应该说的说完 其实今天见面 我想过 也就可能 就是这个样子吧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家人们觉得我走对不对 他妈了 刚才那个小辉打电话来的 嗯 然后呢 他不知道是 是不是知道你在这边说过来找我 过来哪啊 他跑来广州了 你不是要在福建吗 你们俩不是一起回来的吗 我没叫他来啊 最好不是春风跑大 没有没有真的 你俩是商量好的吗 不是 我真的没带他过来 我自己过来了 真的我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我来订票的 就是订票上面就是我一个人 然后你准备怎么办呢 然后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他 他没跟我说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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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不知道是不是来道歉来怎么样 不是 他是来找你的 还是来找我的 他过来 过来找我 然后他也 他也知道你在这边 家人们 你们要不让大宝走 跟小慧他们两个私聊 还是让他过来呢 家人们 我可以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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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带他 我来带他 我不会让他再闹了 这个你放心 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不试过这样的 你等下看我的订票你就知道了 我没有什么怕的 我现在打开给你看一下 我那个订票吧 嗯 大宝快哭了 大宝在这样下去哭的时候在后边的 家人们 如果继续这样子 大宝有他哭的时候 大宝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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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也说不了他了 他估计也不需要我 不要不需要我 我们去帮他姐姐了 不需要是吧 不需要想婚姻 那你走吧 我们在这儿跟 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聊天呢 我凭什么走 关键你又不需要我给你做什么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留在这儿 我也给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嗯 大宝 你说对不对 我也帮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你留在这儿干啥呢 我一个小助理 家人们 无权无视 一个人在广州 也不认识谁 就算是一个张总吧 张总 我看好像能力也不够 可能也帮不了你 你们就是能力不够才搞那种在背后弄好别人生意的事情 那我这不是要说法吗 不要到我能走吗 我给不了你说法 真的 我真的是给不了你 哈哈哈 再帮你说法 小灰啊那 既然你不用 也不用我们 怎么样子 那你 以后就不要说再过来 跑来广州什么了 我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我不用说 我到时候做事业还得在广州呢 说不定得在广州做一堂做大的 让这个唐唐跟张总看一看 我的实力 是不是很难的 他也要来广州了 那弟弟咱们走了还挺时候了啊 嗯 嗯 可不定 有小动作啊 家人们 真的广州这么大 都没有一个堂堂的容身之处 咱还是走吧 让他们在广州做大做强 嗯好好干 咱们去哪打工 不如打工啊 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这边 这边我会跟大家处理好 就是做灰心事就想走 我懂 我懂 我理解 嗯 是的 哎呀我们也没有什么脸面再留在广州了 嗯 就这样吧 行 那我们就做吧 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呢 嗯 我说的我要搞装作公司 必须搞装作公司 到时候就看到我们做强做大 我今天已经整了他们一波 哼 你整谁啊 就你那个张宏佑啊 姓张的 你之前不是跟人家合作你怎么 现在又又去搞什么人家张总了 哎呀大宝 这是我的工作策略 你不要讲 我今天你这个公司 这啥工作策略 怎么 嗯 我都不知道你这啥工作策略 你怎么这样子 反正我做出来 做不出来就可以让朋友看一看 我比他厉害多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因为我去搞搞这种万七八糟的事情 嗯 我知道呢 嗯 搞来搞去你 搞这些事情 不就是说我想跟你复合吗 但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就是 你在怎么搞 你在跟你复合什么呀大宝 你是真傻吗 人家跟陈经理你 是啊 我现在跟陈经理合作得老好的 什么产品都有 各种各样的 比你那姓张的朋友产品多多了 他那些货早就拿到手了 你跟陈经理那么好 你还找大宝干什么呀 那大宝本来是我的呀 我为什么不能找他 你还一次要两个呀 嗯 他本来就是我 你没有说我一次 一次就是要两个 我可就要 家人们 真的无可就要 那一姓张的不值好歹 是他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嗯 你这什么眼光呀大宝 我这是福了 我就这样 你准备怎么搞张总啊 这个你不用管太多 反正我拿到手的货 绝对比他得多 比他的要好 各种产品 而且我搞垮了他的公司 到时候你就可以看看 我是比你这个小助理厉害多 嗯 张总知道吗 嗯 他哎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他不就有个五米小翠吗 我跟你说 我特别重要的一个产品 就是那个大健康理疗费 那个 那个货员 不计他姓张这个拿不到吧 你等一下我问问张总啊 张总 张总你们这两天联系了吗 我为什么要跟他联系 我现在不跟他合作 张总 张总 你在吗 你不你不跟人家合作 你拿人家货干什么呀 你跟那陈经理你俩爱出去干嘛干嘛去得了 哎呀我真是服了 看明白呗 大宝人家没想跟你怎么样 我真的不明白小贵好不好 你也找到一个好男人 你就好好过 人家事业上就能帮你 是吧 又对你好 你何必这吃一个手里拿一个 这吃相太难看了吧 对不对 我也没说我跟陈经理怎么样 我跟大宝现在都是好好的 你呢 你不是要离开吗 你俩好好的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大宝 我都说了 你看他自己说我们俩好好的 我从始至终我都跟他说了 我跟他已经早就分道扬镳了 怎么好 但是到他嘴里他就是好好的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讲的本来就是事实 你不要给我耍信 你这么大的 我耍什么信子啊 我都跟你讲了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生气 我不是在跟你在闹别人 有吵架 早就已经分手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 你看 现在唐唐出现了 你又出来 你以为我在跟你生气浪费的吗 没有 早就已经跟你说清楚分手了 反正我不信 大宝就是我 这唐唐 他是什么 你还这么淡定 你可真淡定啊 我真是服了 家人们 我跟你讲 你不生气吗 大宝 我是既生气 我应无奈 不管怎么样 我不喜欢你 你不回合啊 你就 我就什么 把话说清楚呀 我会去处理好他的 你不要回合 你现在处理 你不要跟我说你回去处理 现在处理 他跟那个陈经理怎么样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他的事情我一概都不知道 那天张总说的你听不见吗 他是说他跟他 你笑什么 笑什么 我真的没听清楚他那名是什么 你们不要乱说 我跟你说长话 张总 张总 你那边没什么事吧 牛 家人们 他不知道 我来给大家复习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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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跟他合作还是什么呀 我等一下把张总叫过来 让张总再说一遍 陈经理跟小慧是什么关系 好不好 你那天在现场你听不见吗 我听见了 他就是跟他合作嘛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就合作上面了 说 有什么好说 张总 继续说 这个 谭谭啊 有什么事吗 你说 你那天经理开除没有啊 你有空的话你来一下我直播间好不好 不对啊 谭谭啊 他怎么样跟我也没关系吧 他跟别人怎么样跟我也没关系吧 你这问的我有点奇怪啊 他跟别人怎么样跟我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我现在听不懂的是 家人们 所有人都知道 小慧跟陈经理怎么怎么样啊 你不知道吗 你知道现在小慧 还在纠缠你 一边纠缠你 一边跟那个陈经理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你还可以这么淡定 我不知道 你还要帮他 我 我真的 好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知道了吗 别在那血口碰人 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懂了没有 然后你现在还要帮他 然后你现在还要帮他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 我替他说话 不是因为他跟别人